你不及我又不在你的身邊 我想反归那些時間 好歌就是要持續發燒 小宇宋念也同在專輯 即便宣傳起已經告一個段落 但仍持續打動許多人 專輯主打《所有的愛》 不僅打入各大音樂排行 更是同在專輯中 點播率最高的歌曲 而這首是受大家喜愛的作品 也在日前推出了MV 小宇在其中試驗的角色 則相當特別 我其實在裡面除了對嘴 還有扮演一個 有點像是時空旅人的角色 對 有一點點像是 其實我沒有任何台詞 我可能有一些手勢 但那些手勢都是有意思的 就是我知道他們 就是歐陽倫還有女主角林子希 他們中間從認識到交往到 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我其實都知道 但是他們不知道我在旁邊 因為我是扮演時間的角色 她比較抽象 劇情交由MV的男女主角來詮釋 小宇這回只要專心演起 時間旅人 壓力是減輕不小 也難怪在拍車空檔 可以這麼愜意啦 好 準備喔 讓我 謝謝 謝謝 好脆 好 這不是直龍姐的 這是幹嘛的 我還在這裡 很少看你這麼貼近的Monitor 因為螢幕太小了 哈哈 怎麼都可以這樣 所以有累對不對 我不行 我幫你帶眼藥水 對 眼藥水 然後轉過去 然後吹吐一下 就有累了 所以在那個眼藥水 我把你 rig尖叫我 所以把你 rig尖叫我 MV環繞在時間上做發展 而在現實生活中 小宇對於時間也有許多感觸 以前當兵前的我可能會去想很多 關於遺憾或者是沒做到的事情 然後時間就過了這樣子 那當兵退伍後的我 我比較選擇是享受當下 包括未來你不能夠選擇的每個當下 無論是音樂還是想法 小宇都展現了比以往更加成熟的面貌 也讓她的舞台魅力越來越強大囉 完全娛樂獨家報導